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有一座独特的博物馆 它汇集了慈县境内的几十年考古工作成果 令其与众不同的是 它是中国第一座以北朝文化为主题的考古博物馆 它被命名为北朝考古博物馆 从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隋朝统一南北 中原大帝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时期 史称魏晋南北朝 北朝起始于公元439年 最终被公元581年建立的隋朝取代 时过境迁 今天的人们只有通过一件件文物 去感受那个遥远的时代 随着磁县考古工作的开展 北朝时期的大量遗迹和文物不断现身 在这些文物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北朝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们是两枚金币 出土于磁县的一座北朝墓葬之中 现在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两枚非常珍贵的拜占亭金币 东罗马拜占亭爱 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您的 这枚金币直径约1.6厘米 正面刻画了一幅人物头像 四周有拉丁字名文 金币背面是一位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 四周同样有名文 经鉴定 正面刻画的人物为阿纳斯塔修斯伊士 第二枚金币直径约1.8厘米 正面也是一位人物头像 背面为天使立像 经鉴定 这枚金币正面的人物形象 为查士丁伊士 阿纳斯塔修斯伊士 查士丁伊士 这两位历史人物执政时 中国正处于北魏时期 由于西汉开通了丝绸之路 因此西方的金币在中原出现并不稀奇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两枚少见的败战亭金币 为什么偏偏出现在瓷县 他们的主人又是谁呢 这里是瓷县大种营村 1978年 瓷县文化馆工作人员 在这里发掘了一座古墓 当地人将这座墓丧称为小种 如今 目光所及之处 仍然有两座高大的土丘 它们被称为大种和二种 在年长的村民眼里 这些墓丧非同一般 他们认为 这是曹操设置的遗种 据说 当年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 故意设置了72个遗种 这个故事 被收录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 并广为流传 曹操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 一直生活在叶城 及今天的邯郸市临障县一带 而瓷县就与临障县的西部接壤 于是 瓷县田野上大小不一的土丘 引发出一种传言 曹操72遗种就在其中 不过 1978年 两枚拜占庭金币从小种中出土 这个传言不攻自破 因为曹操去世很多年后 这两枚金币才被制作出来 这座墓葬自然就不是所谓的遗种了 那么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因为当时没有风土了 这个墓顶离这个地表很近 所以当时在耕地的时候把墓顶给产坏了 所以当时我们进行包庇手续以后 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 考古队员发现 小种是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专事墓 它由斜坡墓道 涌道和墓室组成 南北总长约35米 墓室深约7米 就是在这深埋于地下的墓室里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 包括拜占庭金币在内的诸多珍贵文物 当时与金币一同出土的 还有这件金官式 它整体使用透雕技法塑造成水滴状 并以花朵织曼 盘旋缠绕相切成形 其间以珍珠宝石点缀 在金式的左上部 有一个端坐的莲花童子形象 最为精妙的地方在于 与莲花童子对应的金式中部的人物形象 更为精美 其裙带飞扬 姿态曼妙的模样 让考古队员想到了敦煌壁画中 身披彩带在空中起舞的飞天 这件器物出土也体现了 牧主人身份飞通凡响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佛教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不论是败战亭金币 还是这件金官室 他们似乎都来自西方 这不禁让人好奇 牧主人会不会是一位来自西方的使者呢 北朝考古博物馆的广场上 有一座高达四米的骆驼雕塑 这个雕塑的原形 就是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骆驼 这一件陶骆驼刻画得极为细致 他微微昂首目光远眺 显得传神有力 背上则是满当当的行囊 仔细辨认可看出战具等生活用品 骆驼身躯比例匀称 肌肉强壮 他后腿站立 前左腿跪地 前右脚蹬地 似乎正要发力站起 与骆驼勇一同出土的 还有这件人形陶勇 他看起来像是一位面如慈祥 须有胡须的老者 头戴浑脱粘帽 身穿圆铃 广秀夜地红色长袍 右手向前抬起 似乎正在起舞 引人注目的是 老者左手持有一件红色长条形锯齿状物 与其他陶勇迥迥有别 就是这件陶勇呢 我们称之为撒满乌式勇 穷着的衣着造型上来看 他不是一个汉人 他是一个胡人的形象 你看他的面容非常的精致 雕刻的非常精细 而且手里拿着东西 好像是在跳舞 种种迹象表明 墓主人似乎并非中原人士 随着清理范围逐渐扩大 考古队员在墓室东南角 发现了骸骨 其实的冠床是原来西边 它的冠床已经遭到破坏 并且有背道的痕迹 在由于滴下水的浸泡 就是现在这个棺果 已经发生一位 漂流到这墓葬的东南边 现在只剩下这个河谷和枝谷了 出人意料的是 经考古队员鉴别 这是一位少女的骸骨 她的年龄只有十三四岁 那么这位早早死去的少女 究竟是谁呢 海谷的出现为牧主人的身份提供了新线索 没过多久 更加关键的文物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泥土中找到了墓志 墓志的开头部分写道 为票齐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禅广郡 开国公高公期 如如公主 驴氏 惠斥帝连 如如主之孙 安罗臣 可汗之女也 他表明这位少女是如如主的孙女 也被称作如如公主 至此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 那么墓志中的如如二字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历史上 如如自好柔然 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不足 北朝时期实力强大 据墓志记载 公元542年 这位如如公主下嫁于东魏丞相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高湛 此时的她只有五岁 高湛也只有八岁 北魏分裂以后 东西魏迫于当时的刑事 都与柔然采取了联姻的政策 公元542年 东魏的全城高欢 为她的第九个儿子高湛 也就是后来的北齐五城地高湛 引起了柔然的如如公主 可惜的是 如如公主在13岁时就去世了 但作为可汗的女儿 如如公主的地位非同一般 因此下葬礼仪和藏地都不同寻常 这也是沐藏中出现两枚拜占庭金币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在中国的新疆 正是当时我们所说东西文明的交流和丧茂往来的历史见证 据墓志记载 如如公主最终下葬于北齐县武帝高欢的一瓶领珠 那么这个墓呢 有确切墓志 给我们记载了墓主人是谁 那么在它的西北方向 三百米左右 就有高大的风土 那么我们从这个史料和考证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到 那是高欢 起县武 它的一瓶领 一般称这种是大种 那是二种 那是小种 据此来看了 我们感觉到这个村庄 这个村民的兰友和这个墓葬 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据考古队员调查 大种的风土直径约80米 残高约25米 虽然北部遭到严重破坏 但仍然不失规模 鉴于保护的需要 这座墓葬并未被正式发掘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语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联合组成夜城考古队 他们开始在夜城遗址 以及磁线境内 探索那些被掩埋的历史 这里究竟有没有 墓志记载的黄陵区 它有多大范围 墓葬中又埋藏着哪些秘密 破解这些问题 成为考古队员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年后的1986年 考古队员在磁线境内 开展了详细的勘探工作 众多北朝墓葬和珍贵文物 就此现身 磁线北朝历史的多项考古记录 也就此打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正前方呢 有一个陶永镇 他们都是1987年啊 出土于湾张壁画墓的陶永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很多人来说 彩绘陶永并不算陌生事物 在中国汉代的诸多贵族墓葬中 都有彩绘陶永出土 这种用泥制作的小人形态各异 有的站立 有的骑马 有的像是在跳舞 彩绘衣着 也深度逼真 实际上 这些成牌摆放在博物馆中的陶永 还只是出土陶永的丁山一角 1986年 考古队员以茹茹公主墓 大主为中心 扩大了发掘范围 最终在他们西北方向 与之相距约三千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大墓 当时已经封土被铲掉 墓顶也被铲破 所以考古人员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是考古队员为墓室内景拍摄的一张照片 陶永散乱一地 那么是何人享有如此之多的随葬陶永 陶永上又是否暗含着墓主人的身份线索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 当时的考古队员决定 先将陶永的模样恢复如初 陶永出来以后 那就进行表面的去泥除垢 把那些沾在上面的泥土先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以后 就是我们所说的颜色的丰富 颜色丰富就是说 我们都是拿纯净水 把它泥慢慢融掉 融掉以后再拿包括牙签 包括各种竹子的工具 一点点剔除包括表面一些钙化物等等 然后使用丙铜和三甲树脂的调配出来的花锡药剂 在表面进行用毛笔之类进行涂抹 这个作用是起到丰富住它的颜色的作用 再之后那就是把那些残框进行拼接 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你马腿之类的比较细弱的地方进行加固 有些修复还需要用石膏之类的把缺湿的部分再补回来 这都属于这个后期的室内整理方面的工具 经过清理修复后 陶永恢复了往日神采 考古队员也终于可以对这些陶永进行分类 并寻找陶永上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 这一件陶永呈昂首蹲距状 背上竖起三座棕毛 尾巴上卷 身上涂有鲜艳的红彩 从身形上看应当是一种动物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陶永的面部却是人的模样 五官分明 双眉紧簇 怒目圆瞪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件具有人面瘦身的陶永 考古队员推测 这件充满强烈神秘色彩的陶永 应当是镇墓兽 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名气 墓底是震慑鬼怪 辟邪驱魔 使墓主人的灵魂不受侵扰 镇墓兽是中国古代墓葬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怪兽的形象 主要的功能是驱凶避邪 它的发展趋势 我们一般认为它早期是一种卧室的 就趴着的 然后越往后发展 它就立起来了 是蹲居状 蹲居状 然后由兽面向人面一种转化 它的功能还是为了 护佑墓葬的主人 驱凶避邪这种方面的功能 墓葬中出土最多的是人形陶永 这件陶永头戴官帽 身穿领口季节套衣 两袖空锤 双手拱于胸前 根据头上所戴的帽子 考古部员判断 这是北朝时期的风貌俑 我们在这个北朝墓葬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一类 就是头上戴着风帽的 这个陶永形象 这类形象呢 一般认为是 这个北方游民族的 一种服装的特点 北魏孝文帝 全面采取了这个汉化政策以后 在中原地区 这个汉式的服装 就越来越成为主流 但是我们所说的 以胶龄仔绣 垂群造帽为典型特征的 这种显卑服装呢 在北朝晚期的这个壁画和陶永 各种雕塑中 仍然是非常常见的 这些典型的这种 显卑的服装特征呢 甚至说可以融入了 我们隋唐以后的 这个汉服体系之中 这些陶永同样来自北朝时期 他们头戴兜眸 身穿铠甲 两手在胸前呈植物状 全心向上 且有一小孔 最突出的是 这些陶永骑的战马 也披挂铠甲 战马铠甲用黑线描绘 呈鳞片状 其间点缀红彩 显得格外醒悟 他们以北朝的一个特殊兵种 为原型 被称为甲骑巨庄勇 甲骑巨庄实际上就是一种 纵甲的这个骑兵 它所反映的就是 十六国以后 特别是十六国到 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族 游牧民族 入主中原 带来了很多变化 其中包括一些战争形态的变化 大量的骑兵作战 是这个时期 这个战争的一个重要方式 它的无论是骑兵 人还是马 都批复着很厚重的铠甲 在战争状态下 这种甲骑巨庄勇 是起到就是 冲击对方正面正地的作用 队列严整的重装甲骑 俨然象征着一支秩序井燃 待命出征的军队 而能够拥有这样一支铁甲队伍的人 应该是军队首领或地方豪强 根据陶勇特征 考古队员对出土的陶勇队列 进行了复原 他们发现 这的确是一支威风凛凛的陶勇仪仗队 除了那些风貌勇 甲骑巨装勇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彩绘陶勇 这是一件官吏勇 它头戴小官 身穿珠红色胶领宽袖衣 外罩两当衣 双手拱于胸前 表情略显凝重 似乎正在思索着什么 是非常完整的 它有着三罪的特点 那三罪呢 第一就是数量很多 当时一共是出土了1800件左右 第二呢 就是组合非常的完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当中有镇木勇 仪仗勇 还有士浦勇等等 第三啊 就是制作的非常的精美 它们体现的是 北朝晚期最高的制作水准了 除了陶勇仪仗队之外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了许多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动物勇和器物勇 它们似乎象征着 墓主人生前的优渥生活 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它从墓葬里面的壁画和陶勇 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说包含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我们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 说影和真实的一个写照 面对这些形象各异的陶勇 所有人都心生疑惑 到底是什么样的墓主人 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直到墓葬墓室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印章或墓志等 能够表明墓主人确切身份的文物 墓主人是谁依旧无法判定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竟然隐藏在这座墓葬的墓道中 但是我们发觉它的墓道里面的壁画 保存得非常好 特别是墓道两侧的车马出行 遗藏图以及永道的 蒙壁上的大的珠穴图 保存得还是非常好的 墓道里面主要反映的是那种遗藏出行 这种遗藏出行 就是代表着你的级别 你的等级 所以这也是我们推断 它是帝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壁画是古人用非凡想象力构建的 一个地下世界 就像是地上的石窟壁画一样 墓式壁画也承载着人们 心灵深处的敬意和期许 当时墓道壁画的清理工作十分困难 地下水不断上涌 考古队员只能一边抽水 一边清理 水位下降之后 考古队员就利用传统的烘烤方式 对壁画进行干燥处理 然后再往壁画表面施胶 贴纱布进行加固 以保证壁画的每一部分图案都保留原位 固定好壁画图案后 便是分割和揭取工作 切割的要求 首先是你操作要方便 比如说你尺寸太大了 你操作起来是很费劲的 所以切割大小和你具体操作有关系 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保存这个画面的完整性 尽可能多地保存这个壁画原来的一些有价值的图像 采取的一些变通的措施吧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考古队员成功完成了100多块壁画的接取工作 然而在壁画接取之后 一个新问题又摆在考古队员眼前 这些脆弱的壁画该如何运输到考古单位所在的石家庄呢 邯郸和石家庄相距近200千米 当时两地之间还没有建成高速公路 要将壁画运输到石家庄 考古队员只能选择路况不佳的107果道 当时的107果道是一条重要通道 每天都车水马龙 如果在白天运输壁画 不仅行驶速度慢 而且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在晚上运输壁画 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车矿路况交通条件比较差 就害怕 因为壁画毕竟是比较薄的 即使经过加固以后 我们也很担心二次损坏 比如说你在路上颠簸 造成了它的破碎 或者说脱落等等这些 就说对我们来说是工作上的一个很严重失误了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当时就采取就开得很慢吧 另外要保证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为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运输 壁画全部安全到达史家庄 并等待着后续的修复和展出 此时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也接近尾声 但是考古队员仍然没有发现 指明墓主人确切身份的文物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队员结合墓葬形制 出土的陶涌数量 以及宏大而精美的壁画 等诸多要素判断 这应当是一座帝王级别的墓葬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这一座古墓的主人 最终被指向北齐开国皇帝高阳 北齐文权的高阳时期 他的国力各方面最为强盛 其他那几个皇帝 我们说孝昭帝高眼 五层帝高战 那都是没当几年皇帝 就退位了或者就死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么充分的时间 去建规模这么高 这么大的一个墓葬 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 这一座首先它是个帝王级别的陵墓 同时也可能性最大的 还就是王宣帝高阳 那是他的国力比较顶盛 他当皇帝时间也比较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么做出的推断 公元550年 东魏孝敬帝元善建 在政治漩涡中被迫退位 高阳登上地位 北齐由此建立 但仅仅九年后 高阳就去世了 高阳在这个历史典故里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讲了这个快刀斩乱麻 和他相关的高欢 为了测试他这几个儿子的能力 就给每个人封了一把 文献里面叫丝 不是麻是丝 叫他们去把理清头绪 然后高阳一看这么乱 直接拔出刀来 一刀砍断 然后就很容易就把它理顺了 从这个故事里面 也可以看出 高阳这个人比较果断 比较能力比较强 敢作敢为 在他当皇帝的初年 还知道晴于正式 历经图治 在北朝考古博物馆的特别展厅中 高阳墓的墓道壁画 被原样复制出来 展现在人们眼前 据考古队员研究 他描绘的是高阳出行的场景 在会有莲花纹和忍东纹的地毯上 四列共106人组成的仪仗队 缓缓前行 前方有青龙白虎引领 高处有朱雀瞭望 天空中祥云缭绕 各种神情瑞兽翱翔其间 整幅壁画的布局 独具匠心 为了使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当时的画师从正面 侧面 背面等多角度描绘 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出一种 镇定自若的神态 人物的服饰线描 云细流畅 富有弹性 洋溢着秀逸洒脱之气 壁画中占有相当比例的 是一些典型的高鼻 高颧骨 浓虚的人物 形象生动 性格鲜明 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至于画面中的神兽 他们与画面融为一体 不仅灵度飞舞 栩栩如生 而且霸气十足 令人望而生畏 湾囊墓的壁画 气势宏伟 场面壮观 人物形象 生动传神 从墓道 到永道 到墓室 都有大幅的壁画 弯章壁画墓里面的壁画 它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技艺 然后充分体现了北朝晚期的 宫廷内部的绘画技术 同时对水塘以后的 中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夜城考古队在磁县境内 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这是考古队员绘制的一幅 夜城地区北朝墓群分布图 图上的每一个石心黑点 都代表一座墓葬 在这幅图的中上铺 有两个被虚线划分出来的 相邻异丧区 它们分别是东卫黄陵区 以及包括高阳墓 大种二种在内的北极黄陵区 这张图就是夜城遗址的 总体的一个平面图 右边这一片 就是夜城遗址的层指范围 包括我们所说的 朝魏到十六国时期的夜北层 东魏北齐时期的夜南层内层 层指是当时的 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区域 而夜城遗址的西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朝墓群 现在更明确地说 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黄陵区 南面一直到河南省安阳市境内 是一些中下级官员的墓葬区 通过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 东魏北齐时期夜城的 生产生活区域 墓葬区域 2020年9月 位于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 成功开馆 馆中收藏了许多 经由考古出土的北朝文物 从如如公主墓出土的各色陶涌 拜占挺金壁 再到湾张高阳墓的大型壁画 这些文物不仅是北朝时期民族融合 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也是那时艺术风貌 也是那时艺术风貌的深度展现 一千多年前 古人在磁县的土地上 修建起了规模庞大的皇家陵园 那个时代的测研也被他们 新一轮的考古故事 将继续在磁县上演